重庆著名的小吃无超手集团 预计8月来台考察 准备要登台开店 不过台湾其实早就有一间 近年的将近60年的四川无超手 而且已经取得的商标权 大陆业者如果是想要以无超手 三个字来台开店的话 恐怕得先要过智慧财产局这一关 拥有中国市场还不够 重庆老字号无超手 预计登台开店 但其实台湾早就有一间无超手 翻炒下料主厨动作熟练 台湾无超手怎么也没想到 成立进一夹子后 招牌可能闹双包 成都巷子里面一个姓吴得开的无超手 是非常出名的 几个老师傅 他当年跟着蒋先生到我们台湾来 强调自家是原汁原味 两岸无超手到底哪里不一样 台湾部分以古印章做商标 招牌字样台湾跟大陆写法也不一样 以发迹地点来说 台湾无超手是成都的四个老主厨来台建立 大陆则是属于重庆 鱼商发集团 另外招牌菜更是差距大 台湾主打红油超手 水煮牛肉 还有成都茶渣面 以川菜为主 大陆是牛灶超手 机制锅贴 素辣椒酱面 以面点为主 我没有太大的担心 毕竟我在台湾也走了一夹子的时间 面对大陆无超手可能登台 台湾无超手气定神仙 因为除了在台湾近60年的口碑 他们也早已取得商标权 大陆业者如果想以无超手名义登台 恐怕很难 中间新闻 杨静明无听台北报道